下一餐 我們要來看這個大刀的上面 然後上面 那因為這個麵呢 我們要先去吃麵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它其實那邊好細 這個刀子很特別 就這樣一條一條一條慢慢的切 好厲害 它的麵條每一條切的都一樣大小 這個麵條是好好熟熟的麵條 麵條麵 哇 哇 一切都好看 一口 一口 聞到很香的店頭的味道 這師傅的功夫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你看他這樣把一片麵皮 就直接拿出來然後就開始切 開始切 然後切的每一條每一條都小小的 小小的 讓麵粉灑一灑 然後呢就把它整個放回 師傅你的大刀炸麵 1658年就開始了 師傅沒聽到 師傅很專心 呵呵呵 好很厲害 我來看這個湯碗 湯碗 這麼大碗 好我們看一下喔 傘 齊山大刀炸麵 我們這邊看到他的 這個牌坊上面寫著 始於1658年 哇喔 所以是非常的歷史悠久 所以也是一家老店 裡面人非常的多 嗯 呃我差點擋路咯 呵呵 好 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個是 水面褲帶 欸不同東西喔 搞錯了 在這裡真的很厲害 用刀這個大刀 齊山大刀炸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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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 薄 金 光 油 光 酸 辣 香 好難捏喔 呵呵呵呵 好 就是很辣的意思 呵呵 哇 桑桑姐出來玩 真的大家 帶著大家一起出來 趴趴走 又見識到原來 麵條不是只有用機器 用大刀也可以把它切成麵條 真的很酷吧 好的 那因為我們不能每一攤都吃 所以就帶大家看一下 了解一下這個 麵條的做法 OK好的 那就先這樣囉 好 開新人機商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